政界在星期日傳來特首選舉的新消息 包括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將會參選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將會擔任選委會總召集人 有指預料李家超日內就會辭職、去馬參選 警隊出身的李家超如果當選 將會成為本港第一位出身武官系統的行政首長 政圈則分析李家超的強項是國安、政治忠誠 並獲得中央信任 不過外界都關注到他對經濟民生方面未必最擅長 但亦有指不代表處理不來反而可塑性更大 另外亦有指李家超的短板在於凝聚民心 有政界人士就反映近日走到社區參與防疫工作 順道了解一下市民對特首人選的看法 市民普遍的看法是先陳茂波 繼而是李家超之後是林鄭 加上修例風波之後社會撕裂持續 就算社會不會再出亂子社會復和 但人心的回歸仍然是艱難的任務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